幫你讀懂 全世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經濟學員最新一期的封面股市 大家如果看到封面設計 上面其實是很明顯的一個 所謂新冠病毒的一個形狀 那最靠近我們的五個凸次蛋白 顏色是不一樣的 很顯然的 這一次所謂的經濟學員 要告訴我們的是 有關變種病毒對我們的影響 還有疫情過後 我們要面臨的生活 上面有一排大字 The long goodbye 什麼叫long goodbye呢 就是漫長的告別 那這個文章主要在告訴我們 每個人現在心裡面 最想問的問題就是 到底什麼時候 這個疫情會結束 隨著疫苗接種 超過了30億人次 很多人其實越來越在關心 所謂的疫情過後 整個情況會變怎麼樣 經濟學員這次用了一個模型 是所謂的一個常態生活的模型 追蹤了50個國家 然後以疫情發生之前 定為100 他發現呢 跟去年的4月比起來 現在確實是66分 比去年的33分要高了兩倍 可是如果跟疫情爆發之前比起來 現在的正常生活不到當時的一半 所以確實我們是留下了傷疤 那整個裡面呢 也告訴我們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情況 真正的關鍵還是疫苗接種的不平均 對於相對富裕的國家來說 它的接種率比較高 所以像英國 德國 法國或G7這些國家 有可能它整個的情況會恢復比較好 可是對於相對貧窮的國家 尤其是疫苗的接種相對比較落後 譬如說像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這些非洲國家 情況可能就沒那麼好 那文章最後呢 特別引述了耶魯大學的一個教授 叫Nikolas 它的一個結論告訴我們未來會有三個變化 第一個 隨著所謂的疫情改變 所謂政府權力的加大 第二個 這一次瀕臨死亡的一個感覺 可能會讓大家對生活的一個價值重新的追尋 更重要是對疾病的戒慎恐懼 還有對刺激的重新追求 我們希望這個世界 不管怎麼樣 疫情過後 大家還是能夠回到正常的生活越多越好 不過疫情確實為我們留下了傷疤 希望大家要take easy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有關經濟學人的蜂蜜故事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